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973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因果报应此时深入人心 也经常在政治上为人所利用 用来攻击政敌 如果哪天韩刚被外放或者是贬官 他是凉水都不敢喝 尽量的保养身体免得生病了 为人说是报应 又或者说成是愿望于心 王安石心情更恶劣了几分 这是他难以容忍的 但韩刚说的又偏偏合理的紧 洛阳的那些老朋友 还有他们的子弟 明面上会为西宗皇帝哭几声 暗地里还不知怎么欢呼鼓舞呢 于坤 想喝点什么汤 王安石心情大坏 直接下了逐客令 韩刚拿着个倔脾气的老头子 没奈何起身告辞 过两日小须再来探视岳父 算了 于坤你每次来 老夫的心情就坏一次 还是多隔几天再来吧 韩刚的脚步差点绊了一下 岳父说笑了 不是说笑 于坤 你哪次来让人心里痛快的 还是让忠哥正哥他们多来几趟的好 老夫心情还能好一点 他们年纪也不小了 可以自己出门的 只要岳父少给他们糖吃弄坏了牙齿 小须这就让忠哥正哥 登门聆听岳父教诲 住上十天半个月也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说到外孙 王安石脸上终于又露出了笑容 也到了学师父的年纪了 仿在玉坤你手里都给耽误了 韩刚咳了一声欠身一礼 然后掉头离开 都说骂人不接短 可看这王安石这短接的 一点面子都不留 虽然王安石是说笑 也是有几分真心在 韩刚不想跟王安石的关系 弄到这般田地 只是他心里面隐隐地 总将王安石当成对手 想必王安石也是一样 虽说是翁婿 但韩刚对王安石的感觉 却是尊敬而难以亲近 几年来翁婿内斗 多少人在看着笑话 到了如今的地步 说不清是谁对谁错 王安石几次三番地压制气血 韩刚也没少给王安石找麻烦 要不是看在王已的份上 加上都是功心 政治立场相似 说不定早就隔席绝交了 也幸好王安石还是疼外孙 家里的孩子 不论是不是王已亲生 看到了就高兴得很 这才没有生分了 只是离开王安石的府上 反身回家 回忆起王安石的话 心中却制住起来 应该是说笑吧 韩刚回想着 却是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过了年就是初春 一年将近 按立法算已经是残冬了 不过也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骑在马背上 寒风迎面而来 手套 护膝 抖篷等 一应俱全 但凡迎风的部位 皆刻意加了防护 可一路迎风 韩刚照样是手脚 冻得跟冰块似的 都说起码是运动 尽管这话没错 但该冷还是冷 从王安石府到家中的吉里路 身上并不见暖 反而冻得更厉害了 到了家里 韩刚也没有立刻进屋 用力地跺着脚 用力地搓着手 手脚恢复了 又搓了搓鼻子和耳朵 等血脉通畅 这才进了屋去 书房中 荣荣暖意仿佛春日 顿时让韩刚感觉好了许多 稍稍休息了一下 他便请人去换和聚来 他跟张纯约好的时间 还有一阵子 可以先处理一下当务之急 和聚是顺丰行 在经的大掌柜 耳目一向灵通 京城中有多少传闻 都是从他那里转送到 韩刚手中的 而韩刚现在最关心的 当然就是王安石方才 问他的问题 京城百姓到底是怎么看待 福宁殿中的那桩 四条性命的公案 事情过去才几天时间 具体的内情 照理说应该还没有完全 传到下层的百姓中 不过不论是不是与公中和众臣的关系紧密 大部分东京市民肯定已经是知道赵虚的死因跟他的儿子有关 朝廷在将赵虚的死讯公布天下的诏书里面并没有牵扯死因 真相通报到众臣已经是很难得了 绝不会再向下通报 更不会落于文字 不过朝廷也没有对传言进行辩解和掩饰的打算 正常来说 朝廷公布出来的消息通常都不会被百姓踩信 除非之后有名正才会信上那么几分 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才是京城百姓的最爱 太上皇突然驾崩的蹊跷原因 已经足够让好事的东京市民暗地里奔走相告 掩饰也掩饰不来的 而在向辽国告哀的国书中 也不可能说赵虚是被儿子害死的 同样是什么原因都没提 也没有另外伪造一份遗诏 一个是因为早已内善 没有遗诏也没有关系 另一个原因整件事本来隐瞒不了人 伪造遗诏反而遗笑外邦 在朝廷无意隐瞒又无意公开的情况下 市井中的流言蜚语理所当然的 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韩刚已经让和聚去详细打探 希望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这样化解起来才能有章法 什么样的猜测都有 何俊拿着个小本子打算详详细细地跟韩刚说上一通 韩刚很干脆地打断了他问 有人说是我做的吗 的确有 不过很少 绝大多数都是看看再说 不想乱猜的 能看出什么就好了 就不是做一个实验 省力省时 还能省口水 在任何人看来 这桩案子都是一团乱麻 真相匪夷所思 实在是千古未有之事啊 怎么翻史书都找不到一个六岁天子侍父的先例 谁也不知该如何处置他 而当日服侍太上皇的工人同样很难处置 将福宁宫内殿中的工人一体之罪很简单 但不符合现在的形式 也找不到能重逞的罪名 只能以失察之罪加以责罚 甚至都不会是流行 韩刚的一具事故 不仅仅救了福宁殿中数十名工人 也帮了向太后一个大忙 否则这桩连太上皇在内总共四人亡死的大案 就是大所工程绝地三尺 也要将罪人给挖出来 在对死因没有基本认识的情况下 抓出来的只会是替罪羊 如何骗得了有见识的人 到时候外界少不得会乱猜测 嫌疑最大的向太后 岂能脱得了身吗 其他人都要感谢韩刚 只有赵旭是最该恨他的 但韩刚偏偏不想以这个罪名将赵旭弄下台 究其因不过是不为本心这四个字 如果这件事情放在千年之后 没有什么会责怪想为父亲尽孝的赵旭 纵然是做错了 但也只是一个不幸的意外 若说有责任周围的成年人 包括韩刚在内 他们的责任更重 除非愚昧无知之辈 谁也不会将责任推到一个三尺孩童身上 韩刚的本心中也明白这一点 纵然事情与千年之后截然不同 韩刚也不可能复合世俗 觉得这是赵旭的罪过 只是事故而已 张纯是到了放牙之后才过来的 韩刚回来之后 就让家里的人准备了酒菜 准备等张纯来了之后 两个人就在内厅里坐下来 一边喝着烫好的热酒 一边吃着精美的菜肴 这样也能好好地议论一下 现在的局势 只是张纯进门时 脸色就像是韩刚 拖着一大笔钱不还一般 挂着一张脸 实在不是喝酒聊天的气氛 韩刚健壮 便先行将他引到了书房中 还是坐下来慢慢聊 又在牙中忙了一个下午 张纯已经感觉自己快吃不消了 不过头脑还是陷在了兴奋中 这种明明困得很 却偏偏睡不着的感觉 让他的心情更加恶劣起来 撇着言笑自若的韩刚 这还像是一个饮醉磁味的官员吗 神经气爽的让人嫉妒 韩将担任山陵使 其他宰府也都是忙得滴溜溜的乱转 没一个能清闲下来的 张纯之前还奉了太后旨意 前去王安石府上探问 放牙之后又要韩刚这边来询问 这前几日更是恨不得一天有24个时辰 连续几天的连轴传 让张纯累得像条狗 看见因瓷官而变得清闲无比的韩刚 抱怨脱口而出 玉坤你真够自在的 人不患寡而患不君 此后兄你可是嫉妒了 怎么能不嫉妒 张纯坐下来 早知道就不放玉坤你脱身了 辞官谢侄这叫脱身 朝中至少九成九的官员不会这么认为 不过在韩刚而言 的确是从天大的麻烦中脱身了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韩刚哈地笑了一声 紫后兄这几日可是辛苦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只是看见韩刚诚挚的神情 张纯涌上了一阵无力感 他不就是这样子的性子吗 放下了茶盏张纯道 玉坤可是这一回三军那边 还是要赏赐 没听说 不过多少也能猜得到吧 大宋没有太上皇的先例 过去都是老皇帝死了 新皇帝即位 然后大把的撒钱作为犒赏 也有收买人心的意思在 所以现在登基和驾崩相隔甚远 在朝廷而言 当然是不想多给一份冤枉钱 可三军将士 却又有哪个会显好处多呢 张纯叹着气 早知道会如此 当时就不那么急了 要是早知道赵旭才登基几个月 赵旭这位太上皇就驾崩了 当初就没有必要那么急着内善了 现在也不用纠结皇帝被杀的问题 但话说回来 要是早知道赵旭会因为事故而亡 做个预防也没有现在的事了 韩刚的嘴皮子动了动 将这话咽了下去 经过了之前张纯和王安石的提醒 他有了几分自省 回想起来也真是问题 性格上好像是有些变化了 越来越喜欢与人争执了 如果只是学术上那是没什么 但跟家人和朋友相处时也是如此 可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最后是怎么办的 韩刚改问道 拿出了干粮路上的土地作为赏赐 想要的自己报名就是了 还敢闹的自有军阀等着他们 韩刚想了一下 明白了什么叫做自己报名 流放干粮 这倒是好事 不过不可能一点好处不给吧 赵旭枉死 在世人眼中必然是阴云重重 竹营辅生传了多少年 西宗皇帝之死怎么会被编排也不难想象 这时候更是必须要以后葬后礼来向外展示 免得给人更多的借口 得靠注币局了 今年的说服早就有了去处 一闻都动不得 大型皇帝的这笔开支 只能靠注币局 中间有个差错 连弥补的手段都没有啊 这一年花钱的事一桩接着一桩 内裤外裤里面的积蓄 像破滴的洪水一样往外涌 看着帐级上的数字就让人触目惊心 张纯算是知道当年李余捡范中烟 看着西北军费 犯着跟头往上涨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要不是韩刚开辟了新的裁员 用大量铸造新币来填补亏空 还不知道怎么将局面支撑下去呢 钱币的质量不下降就不会有事 天下钱荒有多严重 不必韩刚多数 只要百姓还愿意使用 不论住出多少 民间都能容纳下来 就是玉坤你不在才让人担心 只要审查上没有舒适 换回还不是一样吗 中书门下和宫中派出去的人 都要加强监督 若有过犯 直接夺官发配 量也没有人敢一世王法 韩刚不担心查不出来 各处前间使用的铸臂模板 都有细微的差别 每年又会有一个变化 质量有问题的心前 立刻就能查出源头来 要担心的只是执法的问题 玉坤 你写的前缘论自己都忘掉了 钱必有价值是因为信用 论起信用 天下数十钱间的提领加起来 也比不上玉坤你一个人 非是于兄望自菲薄 论起信用 朝廷中没人能比得上你 于兄也远是不如啊 紫后兄太高看韩刚了 纵使如此也总得习惯过来吧 这话应该将根基扎好再说 玉坤你在铸臂局的时间太短了 有个三年五年才能将信用建立起来 现在突然放手 天下居民都有疑虑啊 韩刚皱起眉头盯着张纯看了一阵 紫后兄 你今天过来 该不是做睡客的吧 这是一件事 铸臂局和火炬局不是什么好差事 但朝廷还是希望你现在为太后和朝廷分忧啊 铸臂局虽然是新社 但谁都知道其前身是三司盐铁司下面的衙门 让韩刚这种入过梁府的前任执政 专责任职 这可是比罢官夺职还要严重的羞辱 韩刚此前虽是任职 但那也只是兼任 正职还是在宣徽院 张纯相信 以韩刚的为人应该能体谅朝廷的难处 但他也明白这个要求过分了 没问题啊 韩刚一口答应了下来 干脆无比 想了想又到 顺便把黄宋大图书馆的馆长一职 也给小弟好了 这样文武才俱全也算是圆满了 黄宋大图书馆 馆长 张纯略一思寸点头道 这事好说 可比照公关史 于昆你看如何呀 这该是朝廷决定的 怎么定就看朝廷了 公关寺陆关 算是朝廷用来养老养贤的地方 在里面任职的官员 都是拿奉录不管事 载府去职 若不是出外为官 多是会出任公关史 比如景陵宫史 太一宫史 而地位低一点的官员 就是提局管购 比如提局动销宫 管购重启官之类 地位太低了还去不了 至少得是支州以上资序的官员 若是所谓馆长能比照公关史 等于是将还在纸面上的黄宋大图书馆 提到了载府一级 刚才您听到的是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973集 欢迎继续收听《载职天下》第974集